走進南科這家材料科技公司 正在運轉的密閉機台 少了粉塵 多了科技感 不同於你我印象中的鋼鐵廠 卻能製造出取代不鏽鋼的液態合金 可能不鏽鋼甚至它尋不到價錢 或者是說這個價錢 長得太誇張 太高了 那我們就可以提供一些替代方案 千萬別小看這些 以各種微量元素組成 幾乎比頭髮還細的合金粉 硬度可達最實的四到五成 用稱作珠極的高速衝撞方式 讓這些粉末垂打金屬表面 放上儀器測量 硬度已經比鋼材高出將近一倍 珠極前後肉眼看不見的差異 在光學顯微鏡之下 一覽無遺 只見金屬表面已經從原本的光滑 變成布滿坑洞 這種小珠子去錘打的話 它更好的優勢就是說 它錘打的次數多更多了 而且我們錘打的這個珠子 是比鐵錘 還要再印很多的液態合金 經過珠極後的金屬因為表面布滿孔洞 塗上防鏽氣候吸收更好 效果也更高 一般冷氣支架用鐵鍍芯撐不到一年 不鏽鋼則可以到兩年 以液態合金加工過後可以五到六年不生鏽 但成本卻比不鏽鋼便宜六成 拿硝酸加上鹽酸的類網水來測試 分別滴在不鏽鋼螺絲和液態合金螺絲上 不到一分鐘 左邊的不鏽鋼螺絲 已經被侵蝕到冒泡變黑 但右邊的液態合金螺絲卻沒有變化 實際應用在施工現場 液態合金甚至能變成薄膜 貼在玻璃上達到散熱效果 那它的熱它就可以隔絕在外面 你的冷氣不用看那麼強 你就會有節能的一些效果 在高強度的燈光照射下 左邊沒有鍍膜的玻璃 穿透過來的溫度飆升到38度 和右邊貼上一台合金薄膜的玻璃 整整相差10度 這些表面細緻還能塗上彩色漆的螺絲 手機殼 擋水板 到浴室用的置物架 都是一台合金的應用 陳冠維帶領團隊埋頭研發14年 終於迎來這個時刻 今天捏取得不易的話 那有其他的材料它沒有 它不含捏 它的功能不到 但是經過我們的處理 讓它功能達到了 它可以去取代不鏽鋼 是一個機運 的確 在鋼價漲翻天的此時 能研發製造出不鏽鋼的替代品 對一家材料科技公司來說 這的確是最好的機遇 活花噴漸 這是人人家中都用得到的不鏽鋼 但如今飆漲的鋼價 成了五金業者的噩夢 小的東西嗎 10到20塊 光小的東西就已經是這樣了 大的話可能會有 百元到千元都有 像這種啊 爐子爐下 看見不鏽鋼冰箱 一台漲了將近兩千元 餐飲業者大都直接放棄 乾脆買二手的 它很大 最起碼掉了 然後七一整年 俄烏戰爭導致歐洲最大煉鋼廠 被摧毀 業價飆漲帶動不鏽鋼價格上揚 還有庫存的上游廠商因此受惠 下游業者卻是苦哈哈 工廠那邊漲 漲到我們這邊中盤商一定漲 所以大家也支持不住 支持不住就是漲 供應鏈面臨斷鏈危機 加上運價仍維持高檔 層層轉嫁之下 鋼鐵材料用量大的建築業 更成了最大苦主 能源都還在漲 那這意味著說 其實現在整體的鋼架 它是下不來的 這樣的趨勢 它會延續一段非常的長的時間 恐怕會至少再延續 三個月到半年以上 偏偏各國逐漸解封 走向與病毒共存 建築加電和公共工程需求回溫 此時由MIT研發的液態合金製程 為不鏽鋼需求找到出路 以拿下四十國專利 準備穩穩接住 戰火之下的轉單效應